草帽一伙两年间到底有没有变化 男的有没有长高 女的有没有变大 对于这个问题 只要拿两年前和两年后的生命卡对比后就可一目了然 首先先来看一下陆飞 两年前陆飞17岁 身高是172厘米 两年后陆飞的身高则是174厘米 足足长高了2厘米 这样算下来的话 陆飞相当于是一年长1厘米 而后索隆两年前是19岁 身高则是178厘米 两年后索隆的身高变成了181厘米 生长速度比陆飞多1厘米 索隆两年前48岁 身高是169厘米 三维是95 55 85 为天给其标注的赵飞是I 两年后纳美的身高虽然只长了1厘米 但是他的三维获得了明显提升 由原来的95 55 85变成了98 58 88 赵飞由原来的I变成了J 索隆再来看一下乌索普 两年前17岁的乌索普身高174厘米 两年后成长到了176厘米 和陆飞一样 也是一年长1厘米 索隆再来看一下山智 战至两年前是19岁 身高177厘米 两年后身高变成了180厘米 和索隆一样 两年期间一共长了3厘米 两位左右手部分上下 看来是韦田为了对阵故意而为之 紧急的再来看一下乔巴 乔巴两年前是15岁 人数形态下乔巴的身高是90厘米 两年后乔巴又是90厘米 一点都没有成长 可怜的乔巴不仅赏金提升慢 连身高都停止生长了 之后就是罗宾了 罗宾两年前是28岁 身高是188厘米 三位是99 59 赵北也是I 不过比那美厉害多了 两年后罗宾身高一点都没有变 毕竟已经30多岁的人了 而后三位从原来的99 59 89变成了100 60 90 赵北也变成了J 不难看出 罗宾的身长速度已经变慢了很多 而后那美现如今是20岁 和罗宾相差10岁 说不定在过久的将来 那美会超越罗宾 从而成长成为一头大奶牛 弗兰奇两年前是34岁 身高是225厘米 两年后弗兰奇的身高变成了240厘米 足足长高了15厘米 不知道这15厘米 是不是因为发型的缘故 之后再来看布鲁克 两年前布鲁克是88岁 身高是266厘米 两年后则变成了277厘米 足足长了11厘米 看来变成骨头的情况下 布鲁克依旧没有停止生长 最后就是圣平了 圣平第一次光布生命塔的时候 已经是两年后了 所以无法判断圣平究竟长高了多少 目前圣平的身高是301厘米 是草帽海贼团中身高最高的成员 当然 考虑到点进来的各位都是一些十足的绅士 所以特意收集了一下海贼王中其他女性的生命卡信息 比如司法岛篇章的卡利法 两年前她是27岁 身高是185厘米 三维则是93 61 92 维田给其标注维纪赵杯 另外还有女帝汉顾客 现如今她已经31岁了 身高是191厘米 三维则是111 61 91 赵杯也属于J 比卡利法强太多了 甚至超越了纳美和罗宾 除了以上这两位女性角色之外 其他女性角色的生命卡中并未公布三维 大家想看的白星或是大妈等等都没有公布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这么一点点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